哲学家迪德罗说过,人不可孤立,孤立则威,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时候是最强大的,但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持这样的状态,毕竟,人是群居动物,家人需要靠在一起取暖,朋友需要在一起牟利,同事在一起共事,亲戚在一起吃喝,人是千姿百态的,有人合群,有人独处,有人随缘,在人生鼎沸的地方,也有人显得格格不入。 如果你是一个很讨厌合群的人,如何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呢,摆明了去厌恶别人,会得罪人,勉为其难的去凑热闹,又会让自己难受。 建议你,做到以下几点,活成人生的赢家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不主动联系别人,对别人的回应慢一点。 曾广贤文里说,富在深山有远亲,穷在闹市无人问,有酒有肉多兄弟,有难何曾见义人? 人与人交往,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交换,或者是用感情铺路,潜在利益交换的问题。 当你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,去联系别人,受到冷落的概率很大,就是亲戚关系。 除了表面上的客套,深度的交往是很少的,反过来,你有价值的时候。 远方的亲戚都会关注到你,甚至跑到你家来喝酒,送上礼物。 对于讨厌和群的人来说,别人的讨好也显得不耐烦,因此,适度冷淡一些,回复的速度慢一点,各种讨好就少了。 平时少和人联系,别人也就不知道你的近况了,自然就会被列入价值不大的一类人,任何感情都是双向的。 一旦别人发现你不冷不热,那么双向互动就无法形成。 你自己也非常顺利地摆脱了和群的烦恼,作家梭罗,名气很大,社交很广,但是他去了瓦尔登湖隐居曾经的亲戚朋友。 自然就远离了,他也可以专注于写作,他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,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皮肤,我们用不着触摸他。 显然,太多的联系,显得肤浅,不如不要。 不合群,不屈炎腹饰。 最近热播的《狂飙》里,高启强奋斗一生,终成为京海市的大佬,可惜他人到晚年,灵魂早已麻木,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,趋炎腹势,机关算尽,生活中有的老人,也放不下心中的那份执念。 小区有个老王,是个人物,一辈子风风雨雨,树立起一份不小的家业,别人的办公室都是租的。 而他的写字楼是自己的,街坊邻居都很羡慕,如今老王退了,把家业传给了儿子。 以前的老王可谓风光,参加各种饭局,总有人办起左右,可他退休后,身边人少了。 老王心里不服,其实人到晚年,最好的心态就是放下,有的老人无法接受事事无常,无法接受物是人非,殊不知,一切都是自然法则。 有的老人辛苦一辈子,退休后终于可以一养天年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过好小日子,这样的活法才最惬意,有的老人60岁了还在为生存打拼。 不合群也不行,有的老人,害怕寂寞,害怕孤单,不想在孤寂中度过晚年,有些年轻人,为了把自己手里的产品卖给老人,就故意讨好老人,看起来就像亲生儿女一样。 人到晚年,如果手里不差钱,不必再趋炎复视,不必再为了延续往日辉煌而静以合群。 享受孤独,享受自我。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,你觉得学习中最痛苦的是什么? 有一条高赞回答,学习并不痛苦,不停地付出辛劳,只是一部分最痛苦的莫过于孤独,诚然。 当身边的大多数人,在晚上推杯换盏,和恋人花钱月下,抑或是通宵游戏的时候,你孤独地面对这个场景。 这个时候,为了目标,你要确保休息的时间,克服孤独,把孤独作为提升的捷径,苦中作乐,享受这份难得的独处。 也许,假以时日,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,敬验所有人。 积极调整心态,合群不合群,都不必强求。 庄子,天下里写道,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一个人只有独处的时候,才能和自己的内心对话,在安静中成长,无论我们出生在哪里。 如何成长,和谁相爱,到头来,还是要面对孤独,就是和你两情相悦的爱人,也不能和你同日离开这个世界。 当你悟透了人生,以后就再也不会因为合群或者不合群而烦恼了。 即便只有影子作伴,又有什么关系呢? 红尘中,你若盛开,蝴蝶次来,我们要做的是面对孤独,而不是拼命合群。 那些利益化的圈子,不加入,也罢。 当然,不追求合群的人,在生活中也会有三无好友,大家在一起,不贪图利益,而是互帮互助。 如果你非常优秀,说明你要离开低层次的圈子了。 有一句很著名的话,在乌鸦的世界里。 天鹅是有罪的,这句话带给我们启发。 当你从某个群体里脱颖而出的时候,意味着你要去更高层次的圈子了。 原有的群体会拖累你,人往高处走,就得舍去低处的圈子,并且持续不断进行。 一只天鹅,飞得要和乌鸦在一起,那么最终的结局有两个,要么被乌鸦逼得走投无路,要么被乌鸦同化。 两种结局应该都不是你想要的,因此你要选择退圈。 我的一个老乡在乡里的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蛋糕店,因为生意很好,被周围的店铺嫉妒,还有人故意往他的店铺门口丢垃圾。 影响时刻的胃口,老乡和周围的店家吵架,面红耳赤,经过一番思考,老乡去了市里开蛋糕店,竞争的压力大了,生活苦了一些,但是赚钱更多。 更重要的是,在陌生的环境里,人与人打交道也简单多了。 俗话说,强者,人抬人,弱者,人采人,作为一只优秀的乌鸦,或者是一只天鹅,都不要想办法去改变周围的群体,而是远离原有的群体,去寻找新的群体。 然后,人生就有了新的台阶,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认知误区,低水平的人面前展示自己,在普通群体里做大哥。 命当鸡头,不当凤尾,可是那些普通的人群,上班就是混日子,安于现状,或者有小农思想,让你失去了热情,唯有去高层次的群里,才会发现自己的差距,找到发展的方向。 那些看似寂寞的时光,最终成就了更好的自己。 电视剧《二十不惑》里面的凉爽就有些不合群,别人熬夜打游戏追剧的时候,他十点半早早关灯上床睡觉,别人周末躺在寝室里发霉的时候,他在健身房挥汗如雨,别人吃火锅的时候,想吃红汤就吃红汤,他吃清汤都要再过一遍水。 他太不合群了,甚至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也会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,可是当他荣光焕发,去面试一家别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公司,而他轻而易举就进去了的时候,他知道,自己为之付出的努力终究是有了回报。 当我们不合群的时候,我们不需要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,只专注于自己就好了,真正的高贵从来都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 所以,当我们不需要忙着社交,疲于应付的时候,当我们不需要经历那些鸡同鸭讲的尴尬的时候,当我们不需要为了别人的欢笑而委屈求全的时候,这时的我们确实很孤独,但也是特别珍贵的孤独。 因为那些看似寂寞的时光,最后却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我们,就像《百年孤独》中说的那,生命中所有的灿烂,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。 讨厌群体是你走上坡路的征兆。 鲁迅在《春末闲谈》里说,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,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脚成城以欲强敌了, 但拉开一匹,定只能默默地叫合群的人,在群里混得不错。 但是离开群了,危机四伏,不合群的人一直独行,凡是靠自己,因此越发强大,如老虎狮子等猛兽,讨厌合群,并且开始主动远离群体, 那就说明你正在改变社交的模式,现有的圈子不适合你了,你应该去更高级的圈子,你要开始独行了, 勇往直前,这就是人生上坡的体现,从具体来说,你会有以下几种转变, 曾经很喜欢群聊,后来学会了私聊,曾经怕被孤立,都来借助孤立的时间,享受孤独, 曾经喜欢看别人的脸色,后来都释怀了,曾经需要借助群体去获利。 现在你可以单干了,利益也不少,曾经投资别人,投资关系,现在投资自己。 人这一生,投资自己,才是稳赚不赔的生意,所有的努力都会体现在自己身上,不会浪费。 作家毛母说,自尊,自爱,是一种美德,是促使一个人不断向上发展的一种原动力,连自己都不爱,却要爱群体,这是本末倒置的。 不和群的你,越发相信一句话,在乌鸦盘踞的地方,天鹅是有罪的。 不和群,不是彻底放弃了群处,拒绝和所有的人交往,而是从低处的群,往高处的群走。 半路上,很长时间的孤独的,也没有关系,正如村上春树说的,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,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在相逢,不用和群来驱赶内心的孤独,那样会更加孤独,学会和孤独相处,就会发现一个人变得强大了。 也是一个群体,还非常有吸引力,从今往后,尽管往高处走,遇到不同层次的群,也路过很多的群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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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